这是丁俊辉最像死而生的一杆防守 轻薄红球 母球一酷回弹直奔顶带而去 就当所有人都以为将要摔袋时急杀成功 不偏不倚停在袋口 一杆难得一见的极限带脚斯诺克瞬间诞生 这破普沉舟的一杆 但他瞬间成功掌握了主动 而辉哥之所以这么不计后果的铤而走起 是因为此时他已身处烈士 但无从下手的台面 只能通过最擅长的防守才能拼出一线生机 就在迈克杰尔愁眉不展的查看线路时候 丁俊辉也调皮地上来帮忙 两人差点来了一个亲密的接触 这香艳的一幕 惹得老杨都看不下去了 咧着嘴在那偷笑 很遗憾 母球与红球擦肩而过 不仅没能解到被罚四分 两颗球最终的落点还露出了一杆长台机会 不过想要强拼难度不容乐观 而且如若不尽还有漏球的风险 丁俊辉考虑过后 选择让老杨复尾 自己继续作弊上关 与第一杆同出一辙 第二杆依然没能解到 这样迈克杰尔两杆解球就被罚了八分 然而更令他沮丧的是 竟然形成了自由球 这下子赔大 遭受双重暴击的迈克杰尔 也是一脸郁闷地坐了下 原本就空空的脑袋 此刻更加蹭光瓦亮 轻松收下绿球 并顺利衔接到篮球 丁俊辉只用一杆斯诺克就扭转军势 这也是他宁愿顶着骂名 也要苦练防守的原因 然而想要逆转依然不容乐观 不仅黑红两球所死库边 多颗彩球也不在自己点位 辉哥的翻盘大叶依然举步维艰 这杆粉球流成了向下的角度 接下来一杆不仅要K红黑球 还要强行衔接贴裤红球 丁俊辉能否翻盘逆转 就看这至关重要的一杆 让我们拭目以待 看到辉哥精彩的逆转 有把你们看兴奋吗 再告诉你们能省钱的消息兴奋一下 马上就到暑期了 趁机想买防晒的 得先上市货 替你查全网正品优惠底价 利斯廷 欧莱雅 安奈晒等实时对比 全网渠道价格走势 你看当前爆款查到底价 渠道才三折起不到30块 趁大跌赶紧入手 平台还送你专属补贴 比店铺底价到手还能更便宜 收入店铺经平台定期严格质检筛选 标示安心够的还提供 假一赔三合七天无理由服务 冲就完了 评论区新人送福利 真完美 配合黑球的同时 顺利衔接到最后一颗红球 看似平平无奇的一杆 却打出了鬼斧神功般的操作 只有对控球理解达到了极致 才能做出这样完美的效果 贴裤红球也进得如此丝滑 飞球的角度更是微微向上 很舒服就能向上衔接黄球 迈克吉尔心如死灰 他做梦也不会想到 大比分领先竟然被一杆斯诺克完成了逆转 这也足以说明斯诺克的真谛就是斯诺克 关键时刻出现了手紧 母球力度稍大一点 黄球留成了一杆大角度 还需要准度来续命 台下的迈克吉尔瞬间来的精神 翘起小手仿佛祈求上天的帮助 铁架杆果然鸣固虚传 不仅顺利收下黄球 而且完美衔接到绿球 从刚开始的无从下手 到现在的唾手可得 丁俊辉再一次用精妙绝伦的破局思维 杀出了一条血路 不过令谁也想不到 在他即将完成又一逆转翻盘名场面时 却再次出现了史料未及的阴影 收下篮球刚好连分 然而母球却划过了中线 想要衔接粉球必须绕台才行 没有问题 母球带着强烈的旋转一铺回弹直奔下半台 顺利叫到粉球的手摆位 迈克吉尔心如死灰 等待丁俊辉完成青台开始下一局 真是离谱 关键时刻丁俊辉再次掉链子 粉球撞到带脚错失绝杀 他也一脸无奈地回到台下 反观迈克吉尔则是笑拍了花 不过看到台面也瞬间挠头了 辉哥刚才的失误 竟然鬼使神差地形成了一杆斯诺克 虽然解到的难度不大 然而要想不露球 只能祈求上天的倦美 但迈克吉尔显然不愿束手投降 母球一副不但顺利剪刀 而且顺势贴死裤边 虽然露出了一杆远台机会 但角度过大侠拼近也是难于登天 然而此时丁俊辉满眼都是进攻 毫不犹豫就将劈头对准大角度補球 真是毫不手软 关键时刻丁俊辉用超强准度绝杀比赛 也为刚才那杆布应该有的失误完成了救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组合音乐